老肖金区主持 她摆臭脸男歌手替母平凡 歌手雪富凯今年入围第29届金区奖最佳台语男歌手,昨晚23日拜妈妈出席颁奖典礼,主持人肖敬腾表演开场节目时,转播镜头扫到台下的雪妈妈面无表情,被网友酸摆臭脸。 雪富凯今在脸书替母亲解释,因为喜妈妈不习惯带假睫毛,加上眼睛微光,而且红肿不舒服,才会出现不舒服的表情,并向肖敬腾和她的粉丝致歉。 雪富凯在金区庆宫宴上看到母亲无端被网友酸的报道,心情相当跌落,甚至没心情庆祝,对于网友直母亲台下败臭脸,似乎不满肖敬腾的主持,她表示妈妈还夸肖敬腾的衣服都很好看。 原本儿子带母亲出席金区盛典摄一桩好事,却遭了一曲解,让雪富凯对母亲十分抱歉, 作为儿子的我也非常的无奈,我非常对不起我妈。老肖及老肖的粉丝跟你们说声抱歉,不难看出她对母亲的不舍。